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精心伪装下,监控录像难寻踪迹 跨越三盛,湖北警方如何追凶 夜行与一人,片网栏目即将播出 这是造阳市一家规模较大的珠宝城 每晚八点半,店面会停止营业 这天晚上关门前,营业员正轻点货物 准备将金银首饰存放到保险柜里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一天 他们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是一个持枪劫匪 价值六万余元 我第一发现当时都猛了 感觉到从来没有,我们照样这么多年 没有发生过这个持枪,枪劫警点的 因为警点它这个很敏感的一个部位 1029这个案件呢,案发呢,在造阳城区的这个闹市区 犯罪嫌疑人呢,刺枪抢劫作案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作为公安机关的压力很大 襄阳、造阳、两级公安机关迅速介入调查 案发现场一片狼情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还惊魂未定 为了抓住侦破的黄金时间 现场勘查和现场询问同时展开 第一时间还要新闻 反正现在的情报特征呢 最基本的我们要掌握 到底有没有交通攻击 有多少人强制情况 我们这都要第一时间到要掌握 营业员小李和保安老黄是第一目击者 在他们的回忆中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年轻男子 他穿着军绿色绿衣 面部遮掩的严严实实 而且他的行动十分敏捷 整个过程很少说话 只是在威胁营业员时 说了一句不许动 当时保安老黄在一旁的角落里 距离桂台大概七八米左右 但是他很快就跑了过来 技术人员很快就提取到了这个弹架 这是现场唯一一件跟嫌疑人有关的物证 从弹架和子弹的材料推断 嫌疑人所使用的手枪是一把塑料玩具枪 并不具备杀伤力 但是所有人对当时的一幕还是心有预计 你不管他是真强是加强 但对老百姓来讲 当时的话 他肯定是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 你包括这个报案 他也不一定知道他是个加强 珠宝城被抢的消息 很快在微博 微信等网络平台上传播开来 多家门户网站也第一时间转载了消息 这个突发的结案 甚至引起了公安部的关注 仅仅根据现场的痕迹物证 警方无法追踪犯罪嫌疑人 警方需要更直接的视频资料 侦察员很快就把目光 锁定在柜台周围的监控探头上 然而事与愿违 由于珠宝城当天线路检修 监控系统没有开启 我们感到很刺激 今天这么安全的地方 视频监控怎么会没开呢 感觉到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很不拟 嫌疑人从哪里来又逃往何处 警方只能寄希望于外围的监控录像 在早阳市公安局的合成作战中心里 侦察员们全力以赴 希望从海量的监控录像里 寻找蛛丝马迹 嫌疑人逃离现场后 保安老王拎着棒子追了一段距离 根据老王描述的位置 侦察员在附近很快发现了一个探头 并在这里找到了嫌疑人的影像 20点19分左右 穿着长款军绿色雨衣 这名男子进入了这家珠宝城 不到两分钟 这名男子便跑了出来 向旁边的小巷子跑去 他的身后是珠宝城的保安 而在案发前20分钟 19点59分左右 这名穿雨衣的男子 就出现在现场20米外的一家面华人 虽然看不到面部特征 但是他的这身装扮却十分显眼 当天做完当天都没有下雨 但是他一直穿着雨衣 通过这个比较特殊的一帽特征 我们就锁定了个嫌疑人 监控显示 这名身穿军绿色雨衣的男子 其实在前一天已经出现了 28日和29日两天 他反反复复围绕珠宝城兜圈子 从他的行为判断 他应该是在踩点 目前当务之急事 要弄清嫌疑人逃跑的去向 根据保安 追打嫌疑人的最后位置 警方发现 嫌疑人拐进小肤痛口 快速向大溪街方向逃跑 夜晚的监控画面很不清楚 嫌疑人又对面部进行了折托 除了大致的体型外 警方能从监控录像 获取的信息并不多 轻受 比较瘦 不是那种很肥胖的体型 仔细分析嫌疑人的每一阵画面 每一个动作 侦察员发现 这名穿雨衣的男子 走路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他稍微有点外八字 走路那个腿是一撇一撇的 比较明显 跑到大溪街路口时 离现场大约有五百米远 这名穿雨衣的嫌疑人 开始放慢速度 以正常速度往西走 但是走出画面后 他的身体就彻底消失了 你看到一遍又一遍 不但地分析 不但地分别 而且周边的路向也在看 看到有没有走到胡同里 走到哪里 最后还是没找到 大溪街是早阳比较繁华的路段 人多车多 犯罪嫌疑人肯定是精心选择了 这条逃跑路线 侦察员如何在这复杂的夜间环境中 发现他的踪影呢 湖北走阳 蒙面歹徒持枪抢劫朱宝城 监控盲区 穿雨衣的嫌疑人踪迹消失 火眼金睛 一闪而过的画面暗藏玄机 乔装打扮 警方如何作定犯罪嫌疑人 夜行雨衣人 天网斑幕正在播出 嫌疑人作案后 首先逃到了繁华热闹的大溪街 经过一夜的工作 侦察员没有在周围的监控录像里找到他的身影 进入大溪街以后 他又会跑到哪里 警方对大溪街进行了实地查看 当天嫌疑人穿雨衣 嫌疑人从这个巷子里出来 然后往右 就是往这个街道上拐 拐了之后消失了 看不到了 那边摄像头也看不到 就是突然消失了 嫌疑人消失的地方正对着一家银行 从银行门口的探头角度看 监控似乎可以覆盖这个区域 果然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了 嫌疑人穿着军绿色的雨衣 沿着大溪街一直往西走 然而 嫌疑人走出这个监控画面后 便进入了监控的盲区 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然而 侦察员并没有简单放过这个监控画面 他们要捕捉到画面中出现的所有信息 那一个人肯定是看不过来 我们是几个人都盯着那个屏幕 一个人是 只能一个人分一个角 一个人看这个角 一个人看那个角 最后 嫌疑人走出画面十几秒后 监控录像左上角的一幕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过来一辆出车 然后出车也快走过摄像头的时候 那个停下来了 门开了一点点 有一个人上了车 只能看到一点 从这个人上车到离开 只有短短五六秒钟 监控探头的距离比较远 根本看不清是个什么样的人 开了一点门 开门那个 紧挨到那个视频的边缘了 不是在镇中间 警方将播放速度调慢 一针画面 一针画面的仔细查看 侦察员发现 这名乘客也穿着雨衣 戴着帽子 这个头部和肩膀那个地方 跟那个嫌疑人穿着那个绿色的 那个雨衣比较像 警方认为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他们没有聊到 嫌疑人走出画面后 又反过身来 上了一辆出租车 这差一点让追踪的民警 失去了方向 当时看到之后 感觉比较兴奋 因为这个视频本身 覆盖就是不是很完整 有视角 他要真是从视频视角消失了 这个案子就很难破了 在苗看不见了之后 这个案子 也都不可能再继续下课 不可能再进行下课 这辆出租车并不难找 司机向警方反映 当晚的确有一名穿雨衣的男子 上了他的车 而且他对这名乘客的口音 印象深刻 这个出租车的很清楚 他说是外地的人 外地的扣印 而且这个人讲的 他比较浅在 是特别的口音 经典的保安和服务员 普遍反映 反对闲人 是朝本地的口音 但是我们走法 时机反映 这个人说普通话 而且不是我们本地人 口音说的普通话 极可能是外地人 这两者之间 是有矛盾的 嫌疑人是本地人 还是外地人 根据目前的线索 无法做出判断 警方只能继续通过监控路线 追踪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当晚 出租车司机将这名穿雨衣的男子 送到了早阳二桥 北桥头 二十点三十二分左右 在早阳二桥 北桥头附近 这名穿雨衣的嫌疑人下车后 沿着马路西侧向南走 一直走到了桥下 他要下去要干什么 是不是住在那里 是不是还是下去要扔掉作案工具 什么 我们再这样想 民警死死盯住监控画面 等待着这名穿雨衣的嫌疑人 上桥的时刻 然而十几分钟过去了 嫌疑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再次消失了 看到那个视频也非常的困难 也就是虽然有视频 但是比较的 就是整个屏幕都是黑的 需要投入很大的工作量去看 还是没发现这个嫌疑人 当时我们也都非常的 非常的困难 警方实地查看 敲头附近的地形 却始终无法解开 嫌疑人消失的秘密 嫌疑人是从 当湾是从欧北海电动车那 8点33分下车 是在这里下了桥 嫌疑人下来之后 在我们这边看了 就是没有发现 这个嫌疑人从哪里上来了 然后就 左边 两边都掉了 都没有发现 都没有发现嫌疑人 附近其他的监控里 也没有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嫌疑人不可能凭空消失 这段监控里 肯定还有警方 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侦察员再次把注意力 放到桥头 这段监控画面上 20点43分左右 警方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在桥的东侧 一个模糊的身影 从桥下走到了桥上 就是探头比较远 看着人几乎就是个小疙瘩 就是看着是个人影过来了 在监控画面的阴影区域里 这个人影十分模糊 如果不是精神高度集中 几乎难以辨认 如果少有点疏忽的话 你不可能发现到 那么清楚的 这个人是否就是警方 寻找的犯罪嫌疑人呢 从行走速度来看 这个人应该是个年轻人 然而让警方失望的是 从衣装来看 这个人戴着棒球帽 穿着有白色条纹的运动衣 其衣着特征 跟穿羽衣的犯罪嫌疑人 大相径庭 然而通过反复观看 这段监控录像 警方发现 这名穿运动衣男子的 走路姿势十分眼熟 外八字那个腿 有点往外甩 就是这个特点 比较有特点 这名男子走路时 腿向外甩动的幅度较大 外八字的特点 与犯罪嫌疑人的走路姿势 比较吻合 最终他的时候 看他逃跑的时候 包括他在外面 预备转的时候 在外面转油的时候 我们都对他的 跑步和走路的这些 制裁进行了分析 已经如老如新了 应该说 看来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知道桥下刚换了衣服 经过一番尾装扣 再从桥的另一侧上来 依次来逃避警方的追踪 因为我们这个食品 主要还要看他的 坐装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坐装一换 那是不是 我们发现不了他 也充分说明犯罪嫌疑 有他 狡猾和反侦查的一些伎俩 虽然衣着特征完全改变 但是通过走路姿势的分析比对 警方还是锁定了 这名穿运动衣的男子 就是犯罪嫌疑人 我犯罪嫌疑人 基本上认为 你不可能发现 我的踪迹的时候 被我们专案的 视频侦查的铭挤 以高度的责任性 敏锐地捕捉到了 这么一点 嫌疑人上桥之后 直接上了一辆 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然而奇怪的是 出租车并没有马上开走 而是一直停在原地没动 五六分钟后 出租车才缓缓开走 离开了桥头 跨省逃跑 嫌疑人乘坐出租车 一路向北 监控追踪 侦查员发现 嫌疑人再次换装 目标消失 追捕行动 停至河南省唐河县 大海捞针 没有监控 如何找出狡猾疑犯 夜行与依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嫌疑人似乎是精心设计了 逃跑的路线 他跑到桥下 比较隐蔽的地方 换了衣服 迷惑警方 但是 这个伎俩 很快就被侦查员识破了 通过走路姿势的比对 警方重新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 换掉了身上的雨衣后 再次上了一辆出租车 而且这个人呢 就是上了出租车之后 想改了五六分钟时间 才动 回这儿来 就是想 很有可能他这个司机在 说些什么 有可能是在谈价钱 通过对出租车司机 刘师傅的询问 警方了解到 当晚这名男子上车后 想要去河南省南阳市 因为路途较远 两人一直在谈价格 所以才迟迟没有开车 据刘师傅回忆 22点20分左右 到达南阳市唐河县 一处红绿灯附近时 这名男子要求下车 专案组立即赶赴河南省唐河县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继续展开工作 监控录像 没有拍到这名乘客 下车的画面 在出租车司机提供的 时间段范围里 警方并没有发现 其他行人 只能隐约地看到 有一名男子穿过街道 当时他下车是晚上 只有一个很微弱 很微弱的一个影子 这个模糊的影子 是否就是警方追踪的 犯罪嫌疑人 警方还无从探断 只能继续往下追踪 这个人向右 做出画面 五六分钟后 二十二点三十分左右 他又从画面的右侧进入 朝着监控探头的方向走来 这一次 警方能看到 这名男子戴着棒球帽 外套的胸前 有两道白色条纹 跟早阳二桥上的男子 依着特征吻合 从他的走路姿势来看 警方更加确定 这就是警方追踪的犯罪嫌疑人 走路那个腿那个姿势 是有一点特征 就是一 因为我们早阳本计划说 它是一掰一掰的 二十二点三十六分左右 这名男子 再次从画面左侧进入 向画面的右侧走去 犯罪嫌疑人 遭出画面后 地上的影子 有一个向右转弯的动作 随后就完全消失了 影子消失的地方 有一家旅馆 反复观看监控录像后 警方认为 嫌疑人除了这家旅馆败 没有别的去处 这个视频 我们真正分析了一天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影子 它是靠近 这个小旅店的门口里 旅馆工作人员证实 当晚的确有这样一个年轻人 在这里入住口 这个年轻人 没有登记身份证 第二天八点多钟 就退房离开了 但是这个事 中间还有点小曲子 这个还是不愿意讲 还没有登记 还会给他说话呀什么 10月30日 8点12分左右 这名戴着棒球帽的男子 从旅馆离开 然而 他的外套上 有大面积的白色花纹 与前一天晚上 嫌疑人身穿的 白色条纹运动衣 并不一致 但是 这名男子 走路也有一点外八字 与嫌疑人很相似 他这个细节特征已经记在我们脑海来了 只要一看到他 或许我们才看到他 衣服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不太确定 但是只要他一走动 他只要一卖腿 他的腿子要布置要卖 卖出去了 我们就能发现他这个特征 他换了衣服之后 我们仍然能够 还能判断出来是他 嫌疑人一路前逃 跑到河南省以后 再次更换了服装 但是 这并没有逃出侦察员的火眼金睛 不但改变自己的着装 这都是非常狡猾的 他故意的扰览我们的侦察视线 侦察方向 根据旅馆附近的监控录像 侦察员再次更新了追踪的目标 嫌疑人从旅馆出来后 进入了附近的一家富士店 富士店安装的是高清探头 晃至清晰 经过三四天的追查 侦察员第一次看到了 嫌疑人的面部特征 8点55分左右 嫌疑人进入一家拉面馆 他应该是去吃早餐了 大约10分钟后 9点04分 嫌疑人从拉面馆离开 向马路对面走去 不过此后他便进入了监控盲区 追踪又陷入了僵持 视频要接力追踪 有的地方一断了 前面的所有的工夫就白费 所以要一直要往下找下去 但找还不能无限起来找 因为视频都有保存期限 期限一过 那个视频就没有了 警方通过监控录像 一路追踪 从湖北早阳 一直追到了河南唐河县 他们原本以为 距离犯罪嫌疑人 越来越近了 但是没想到 随着探头的缺失 嫌疑人的踪迹 再次在他们的视线中消失 嫌疑人究竟去了哪里 明察秋毫 庄案组转站南阳 车上监控 换装后再现行计 人赃俱获 嫌疑人难逃罚网 持枪抢劫 他为何千里作案 夜行羽衣人 天网斑幕正在播出 嫌疑人从河南省 唐克县的拉面馆出来后 不知去向 警方的追踪暂时中断 嫌疑人消失的附近 没有可以利用的探头 警方只能仔细地排查 他消失的班车屏靠里 那个地方没有视频 可以看得到 他上车没有上车 这里的班车 又发往唐河县内各个乡镇的 也有发往其他县市 甚至其他省份的 每天来往的车辆 多达上榜的班次 做了大量的工作 分了很多组 把所有 倾靠这个点的 那个开运班车 我们都派到一组 那个侦察员 到终点 和沿头去观察 他的监控 白天进罗密鼓的 排查 晚上会用一天的 排查情况 追踪到唐河县以后 专案组 有部分昼夜的 差了三天 但是 没有任何结果 在唐河的话 都是心情很悔 是个实在话 有可能的话 你在唐河的发现不了的话 这个案子 也可能就是 先放那了 此时 早阳市公安局 行警大队副大队长 董杰 回想起一个细节 嫌疑人第一次换装 离开早阳市 说要去河南省南阳市 不过 他为什么提前在唐河县 下了车呢 从唐河县到南阳市的车程 大概一个多小时 嫌疑人最后一次 出现在侦察院视线中 是在10月30日的 上午9点多钟 如果嫌疑人上了班车 那么中午之前 他就会在南阳市汽车站 下车 南阳市汽车站 占地2万多平方米 营运车辆有1300余台 每天客流量 接近2万人 根据他们分析的时间段 侦察院再次开始了 视频追踪的工作 虽说是高清探头 但是他那个人比较小 而且那个搬车 有时候还把人挡住了 同时下几辆车 有的人都看不到 10月30日10点多 一辆从唐河到南阳的汽车进站 乘客一个个走下车来 侦察员逐个进行甄别 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眼看乘客就要全部走光了 突然从车上走下了一名青年男子 让侦察员们眼前一亮 就是还是穿那个上面带花纹的衣服 下面这个蓝色蓝色 而且一瓶矿源水 还在后面那个兜里装着 在我们在唐河看也是这个特征 所以确定就是他 嫌疑人果然是乘坐汽车来到了南亚 这里是他的落脚地 还是销赃地 侦察员不得而知 不过嫌疑人下车后并没有走远 他一直在车站附近晃悠 一个多小时后 11点20分左右 嫌疑人又上了另一辆车 从车上的牌子来看 这辆车是开往天津的 10月31日凌晨3点57分 一名男子在河北省苍州西收费站下车 虽然只能看到一个影子 但是从他衣服上的花纹来看 此人就是犯罪嫌疑人 有一个很详实的衣服的太子 因为他那个衣服的那个上面 有一点是个 这个地方有一点是白眼神的 嫌疑人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他还会逃往哪里 专案组马不停笔 又赶到河北苍州 展开工作 通过对嫌疑人照片的比对 警方确认 犯罪嫌疑人是河州人高晓东 2015年11月7日凌晨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专案组在河州的一家冰团 将犯罪嫌疑人高晓东 成功抓获 当场收到部分黄金视频 以及他逃跑市场穿的白色花本衣服 11月7号凌晨 一天中 打着张口 打着电话 我说好 太好了 我接到那个电话 我感觉到 这案件终于 终于一个人抓住了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高晓东 对抢劫珠宝城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高晓东 之前并未来过早洋 2015年10月下旬 他在河州买好作案工具 一路南下 寻找作案目标 来到造洋后 经过多次观察踩点 最后决定 抢劫珠宝城 破案之后 出了一条金手电 被犯罪嫌疑人变卖 警方将其他黄金视频 返还给被抢的珠宝城 从造洋到苍州 跨越三省 超过一千公里 犯罪嫌疑人多次变换交通工具 更换服装 试图逃过警方的追捕 然而湖北 襄阳 早阳 两级公安机关 通过接力赛事的视频追踪 让犯罪嫌疑人 无处顿逃 我们湖市公安局呢 在湖北 率先呢 推行 四针一画 合成作战机制建设 我们构建了 市 县 锁 三级的合成作战体制建设 把我们的行征技术 计征 网征 视频侦查 以及信息化 有机的整合在一个平台上 确保了 这样的一些案件 能够在第一时间 公安机关的优势警察 优势支援 同步上岸 合成作战 使这个案件呢 没有走弯路 从而是这个案件 能够得到快速的增破 披静睡去边上 凸现红色旅行箱 花色被套 妙龄女子 现场 疑点重重 满天过海 凶手究竟隐藏着 怎样的阴谋 出租物里 凸现红色血迹 成为罪恶指正 什么样的仇恨 引发了这场残忍的劫难 红色旅行箱里的悲情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